现在我们来重问一下假天花施工程序的重点 按以批合产品说明书来验收假天花 认清楚品号及各种工制和英制的产品 必须配合不同场所的用途来选料 外栏的装置更要注意防风的设计和要求 应考虑配合日后维修保养问题来选料并提供足够的检查声孔 依照供应商的指示及工程师已批合的Shop Drawings 来显示各种组件、开孔及收口的装置方法 配合实地环境和工程师的设计要求来装嵌假天花 施工前必定要确保工作范围内的泥水、油漆和其他的机电设备要具体完成 甲天花工友需与绳墨及各机电设备的工友互相配合 共识一切参考墨线及施工程序和方法 放置纸板甲天花的时间要因应环境许可情况方可进行 所有甲天花系统及甲天花内的一切设备必须有独立悬挂方法并互相配合 互通甲天花系统一经批合后 必须采用材料供应商提供的一切配件 甲天花的各种开孔位必须参考实物样板 切物徒手切割 在建筑工地里所有的工序 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勤心合力 上下一心 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份内饰 明镜需要您的前提емон absol prayers